字幕視頻 很久沒和大家去街市買菜 今天就要買灰冬瓜 Hello 我要灰冬瓜 一斤灰冬瓜 我來幫助他 你拍得漂亮一點 拍得漂亮一點好 買廣告有什麼要說 好了好了 謝謝 拍得漂亮一點吧 一定拍得你漂亮 尾頭好嗎 西瓜 嘩 就這樣 記得皮要吃完回去散一下就可以了 這就是灰冬瓜 灰冬瓜 拍一下灰冬瓜 去濕功效比普通的冬瓜 是不是 對 哪裡來的 江門 好 經常都有灰冬瓜 好 多少錢啊 英俊 九元 九元 謝謝 我煲這個冬瓜湯要買排骨頭了 明哥仔不在這裡變了另一個英俊 哈哈 給我一根排骨頭 多肉多肉 多肉 謝謝 好 排骨頭 現在買一條五花籃 好啊 謝謝 好 麻煩 買完這個灰冬瓜 我們就不需要處理灰冬瓜 先放在旁邊 剛才買回來的排骨頭 就不需要洗 直接放些粗鹽去醃就可以了 用一個盤子 倒進盤子裡 這樣 不需要洗 好 好 先放些東西 放兩湯匙的粗鹽 看你時間 如果你說很短時間 你只有兩三個小時 就放雙倍份量 短時間內 等它鹹一點 因為我們要做鹹豬骨 OK 就醃了它 醃鹹它 最好就醃了五六個小時 醃了五六個小時 醃了五六個小時 就變成鹹豬骨 你煮一煮湯的時候 就不需要加 即是你吃的時候 不需要加 不用點醬油都已經很好吃 醃了這個鹹豬骨 放在冰箱裡 之後呢 我們就 那些果皮要浸 洗乾淨之後浸 為什麼洗乾淨浸呢 因為你始終有灰塵 即是你在中藥材料買回來的果皮 或者你自己曬的果皮都有灰塵 那你洗乾淨浸軟去刮囊 因為那些果皮水浸完 我們是會拿回來煲湯的 這樣洗乾淨之後就浸它 浸軟 浸大約半個小時至九個小時 就把果皮的浪刮了 果皮除了可以去腥 還可以去寒 所以常常見人煲湯都會放進去 冬瓜 灰冬瓜始終都是寒涼一點的 所以會放片果皮內就會好些 這個蜜棗兩粒 就這樣洗乾淨就OK了 那這些放在一邊再處理 那現在呢 首先就要把這個生意米 我一向都是買很多生意米出來 現在先拿出來 通常我就會買一大包生意米 因為夏天呢 夏天你用來煲糖水煲湯都很需要 生意米 生意米就比較寒涼 那你混在熟意米就可以中和 沒有那麼寒涼 湯或者糖水 那我就一次過 因為生意米是比較寒涼 那我就會一次過把生意米白鑊炒 炒一炒它就沒那麼寒涼 而且是香很多 現在馬上展示給大家看 那很簡單的 白鑊的意思是不需要加油 白鑊就把生意米倒下去 我還沒開火 那我呢 那我呢 就慢慢把它中火 慢慢炒到它香 可以攤回涼 之後就入到一個瓶那裡 你隨時拿出來用都可以 對 這樣 這樣 放了下去了 那之後就開火 中火 開頭可以大一點 對 那你就要一路炒 一路看著 不要炒焦它 那總之炒到它有點啡 啡啡的 即是不要炒焦 炒焦就臭焦味 有些焦味煮點湯 和煮糖水都不要喝 那你要有耐性 不停地攪拌一下 炒一下 你會知道你聞到一些香味 和有一點點白煙出來 你就可以攤動它入瓶了 有心機慢慢炒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預備個 預備個 蓋 和一個 爐 即是讓它攤動它 即是用風扇吹動它 可以 除了山熟二米煲冬瓜湯 我會拿來山熟二米煲 煲腐竹雞蛋 銀杏糖水 很棒 即是上次帶大家去深水埗吃好西 我還買了那些腐竹回家 我就是拿那些腐竹去煲糖水 那一盒糖水就白色很漂亮 那些腐竹會融掉 我以前也拍過片 我嘗試放回片尾 或者在右上角那些資訊卡給大家 好了 那現在差不多OK了 那就可以關火倒起來 關火倒起來 你關火倒起來 你拿風扇吹乾它 你拿風扇吹乾它的時候 不停地攪拌它 不然它還很熱的時候 它還很熱的時候 那些濕氣還很厲害 就會有濕氣在這裡 這些中藥材 如果有濕氣就很容易發霧 那我通常都會放在雪櫃的 那你吹著它 拿風扇 對 放在那裡吹著它 對 放在那裡吹著它 吹一下攪拌一下 等它沒那麼熱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走開 有得它繼續吹一下 因為開頭你剛炒完 有些熱氣 焗起來就會變成蒸 即是會有水氣出來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些燒 在那裡散熱 這樣 不懶得的了 你想健康又想好吃的話 有時候這些步驟 就不能假手於工人 因為它可能和你炒三分鐘 或者兩三分鐘 這樣就完事 那你自己可能炒 就五至十分鐘中火慢慢炒 看看你多少份量 我今次多炒久一點 如果小的你未炒 可能四分鐘都可以 這樣放涼 好 今天除了這個山熟耳米之外 我都會放微豆去煮 微豆的去濕功效都很好 山熟耳米去濕功效也很好 最近雨水又多 又經常開冷氣的人濕氣重 就喝一下冬瓜湯就最好 大薯都過了我才介紹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這幾年 拍了很多次冬瓜湯 但今次再更新給大家 我再蓋上這些東西 我先蓋起今次要用的山熟耳米 半碗左右 我用了之前有些剩下的 舊的這些先用 剩下一點 這樣 大半碗 之後呢 熟耳米 稍後 這個微豆 這樣 三分一碗 還有少許倒馬 都已經沒有了 要入貨了 OK OK 繼續攪拌一下這個 這個灰冬瓜的皮 如何處理呢 通常人家都有這些鋼絲刷 用這個刷就OK了 刷掉白色的灰 洗乾淨了 果皮浸軟了 那些水記得不要倒 啡啡的色 那些水 是啊 浸完果皮水 不要倒 那我呢 就拿果皮出來 刷了些浪 用匙巾或者刀都OK 刷了些浪 去 之後就放進去熬湯就可以了 這樣 這些浪 刷了 這樣 刷了之後就放進去熬湯 連水 這樣熬湯 這樣熟一熟就可以了 好了 大部分的食材呢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就把所有的材料呢 就洗乾淨去 山熟義米啊 微豆啊 吉餅啊 蜜棗啊 那些呢 就全部洗乾淨去 那 因為它這些中藥材呢 在中藥材店 始終有些灰塵啊 又怕它有些昆蟲爬過呢 我通常都會洗三次左右的 即是沖一沖水啊 撈一撈它啊 兩三次左右 那見到那些水 沒什麼髒東西 那就OK的了 那這個果皮呢 我們等一下 即是剛才浸軟了 刷了浪的果皮 現在這個時間 連上果皮水 就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所有材料 除了排骨頭之外 就我們用室溫水開始熬 那就開始熬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剛才醃鹹了 六個鐘以上的排骨頭 就變成了鹹豬骨呢 就現在可以拿去飛水的了 記得用室溫水飛水哦 那今次呢 介紹這個冬瓜意米湯呢 除了好喝之外 最重要這個排骨頭 就醃了它 那吃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點醬油的了 那你不需要擔心 誒好鹹啊 好高立啊 那因為 其實你醃完去洗了去 都不會說太高立的 那好過你點醬油 是不是先 有色素有成的 那些生抽那些 是啦 那之後呢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加上排骨頭 大滾起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轉小火 那我們這個湯呢 煲去呢 其實一個小時都夠了 那但是如果你試一下那些 可能味 就是微豆就很快淋啦 山熟二米 如果你覺得未淋 你就可以煲久一點 那我一個小時就OK 那首先你記得要 夾起排骨頭 因為呢 我通常加了肉之後呢 我都只會煲一個小時 因為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會釋放飄零 你的身體呢 飲得太多老火湯 就是因為呢 那些肉呢 煲得太久了 你吸收太多飄零 就會形成痛風 所以那些人經常都說 不要喝那麼多老火湯 就是這樣了 好了 今天呢 和大家介紹完這個冬瓜